21岁女排复工心心伤情中被曝光,其恩师直言她正积极接受治疗。 从国际排球联赛的总决赛上,天津女排的新人复工网圆圆却意外因为伤病的原因中途离开了队伍,改由高益出战。 而在总决赛结束之后,中国女排的国手们都到北京参加了封闭式集训。 但是王源源却始终没有出现,实至目前,中国女排的第二轮集训也在北轮展开了,可以王源源仍然未出现。 而在这种情况下,不少人也对王源源伤病更加担心了。 在中国女排的社交网络上,球迷们也一直在询问王源源的伤势究竟如何了。 而据了解王源源已经回到天津静阳了。 而在日前,天津女排主教练陈有权也透露了王源源康复进展,表示王源源是右膝出现不适,目前在积极治疗伤病。 而且目前也有专门的康复师,每天带着他进行康复训练。 大家都知道,在竞技体育项目中,荣誉和伤病一直是如影随形的伙伴,在他们击败对手赢得荣誉的同时,许多运动员都无法避免伤病的侵袭。 但是往往一个球员的职业生涯究竟有多远就取决于伤病。 而王源源作为中国女排这个赛季的新人只有21岁,可以说原本她在国家对复工新人的竞争中一度占据了上风。 但是中国女排的这次伤病确实是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,如果没有这次伤病,相信她参加亚运会的机会不小。 可是,突然到来的伤病让她参加亚运会的可能性降低了不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。